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部人物系列视频 我是主角老师布鲁 通过上一讲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了线程与线程之间为什么要产生通信 而我们线程与线程之间又应该如何来通信 这其中最关键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类叫做我们的Handler 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了解了它 而我们本节课将会继续来深入的学习一下 我们Handler了一些更加高级的用法 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思维导图 在我们上一节课当中我们还是着重的分析了我们的Handler 结合了其他的looper,message,message cream这四个对象 着重的了解了整个通信的一个流程 然后最后呢我们的项目工程当中 一个简单的发送了一个空的消息 来完成了工作线程和我们的主线程的一个通信 而我们本节课来继续看一下 我们Handler还有一些如何高级的一些用法呢 我们首先先来学习一下我们的send系列相关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有sendempty message,sendmessage,sendmessage at time,sendmessage delay 其实这一系列的方法它都是属于我们Handler的sendmessage方法 这个方法它本质上它允许你安排一个带数据的message 看见没有我们都可以传递一个message对象作为参数 当然我们的第一个sendempty message就是很明显发的是一个空的消息 其他的都允许你安排一个带数据的message对象到队列当中等待处理 好我们的主线程拿到这个消息以后再做对应的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今天来着重分析一下这些对应的send方法 首先先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代码 我们之前代码是这样写的 对吧 我们本身是发送的一个empty message 我不需要传递任何的消息仅仅做的是一个通知通知我的主线程 你可以刷新UI了让我通知的命令是1 好我在主线程里面去捕获这个message的what取得了1这个命令 好取得以后就把我这个按钮的字样设成了123456789 这是我们之前的做法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我发现这里有一个模拟的网络请求 其实相当于是延时了两秒 延时两秒这个需求其实在我们Handler当中已经得到了实现 比如说是哪一个方法呢 Handler.send叫做emptyMessageDelay 它允许我们传递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也就是我们消息的命令what 你是属于哪一个 比如说我还是1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浪行的delay minutes 就你可以传递一个延时多少毫秒 比如说我这里直接延时一个2000毫秒就相当于延时的两秒 对吧 那么延时的两秒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我这两部分的代码就可以省略了呢 我这两部分代码其实就是一个现成休眠两秒在发送一个命令为1的消息 而我直接通过这一行代码直接在两秒定时以后再发送一个为1的消息 直接就把这一部分的代码全部都给替代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样把我们的工程跑起来能否实现我们一个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里就是给大家介绍的SendEmptyMessageDelay 这里通过延时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这里没有threadsleep这样一个现成休眠 我们点了以后 如果是正常的 会等一个122秒以后 把这个消息1回到我们的主线程 主线程拿到以后 依然是改变我们的按钮的一个字样 我们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点击这一个按钮 121 看见没有 我们的按钮也确确实实把它的字样变成了123456789 就证明我们这样的一个方法也是可以用的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方法 SendEmptyMessageDelay 好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还有没有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需求呢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仅仅只是通知我的主线程 好你可以去刷新了 但是我很有可能我不仅仅是一个通知啊 我可能会带消息的去通知他 因为我让你去刷新UI 但是你到底怎样来刷新 肯定是由我来告诉你啊 现在你写死了 永远都会把它变成123456789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我可能不一定是这个呀 我可能是ABC 也可能是123 也可能是789 所以这个刷新的数据是一个动态的 它取决于我们这边一部线程发送给你的消息里面 到底包含的是什么 所以这里的话就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 就是我们带消息实体的一个发送 比如说我把这里把它关掉 还是这里模拟的是一个两秒的请求 一个两秒的网络请求以后 比如说我这里啊 我们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叫做什么呢 随便写的叫做我们ABC 就叫ABC123吧 就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这里我写上一个注释 这里注释怎么写呢 这里就说通过网络请求得到了对应的字符串 这是网络请求得到的 不是写死的哦 好的 得到这个字符串以后 我现在要把这个字符串作为消息发送给我的主线层 我的主线层拿到这个消息取出里面的字符串 来做一个显示和刷新 那么这里又应该如何来写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引入了我们的一个主角 叫做我们的Message 拿到这个Message以后 直接溜它就可以生成一个Message的对象 好 我们这里可以指定我们Message的一个什么呢 What还是指定它的一个消息命令 它是谁发的呢 它是老一发的 这还是指定的是What 好 我们这里有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我们的Message 有一个叫做我们的OBJ OBJ这个参数 它是一个object类型的 其实这里的话就允许我们传递一个任意的一个类 因为我们任何的类都是我们object的子类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传递任意的一个类 当然也就包括了我们的Stream这样的一个类 我们可以把Stream这个字符串的值 附给了我们Message的object这个参数 然后我们这里不就把我们的Message对象做了一个封装吗 封装完成以后我要把这个消息给发送出去 怎么发送呢 Handle.SendMessage 这就不是一个EmptyMessage了哦 这里就不是空消息了是实实在在的消息 就是SendMessage 这里就接收的是一个Message的对象把它传递进去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发送的是我们消息 命令为1并且传递的一个字符串作为它的参数 那么我们这边上边处理的话 其实为了跟我们之前的区分开啊 我们不发1 我们发谁啊 发一个2 我们之前发的是1 现在是发2 好的 我发的是一个命令为2的 那么肯定这里接收也是在2这里接收 那么这里接收的话 就有一个重要的地方的 我是需要把我的字符串取出来 对吧 把我的字符串取出来 怎么来取呢 非常简单 Stream 然后有一个对象叫做我们的小Stream 它等于Message.obj 你在哪把它放进去的 就把它取出来 但取出来的时候 它很明显是一个Object 这里要做一个稍稍的一个强转 强转为我们的字符串 强转完成以后得到这个字符串 再来写一个btn.set.txt 把你传递过来的字符串 设置成我按钮的一个字样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种消息 带了一个消息实体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来捋一下 这里我就是通过网络请求动态 获取字符串 封装了一个完整的Message对象 这个Message对象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指定了它的命令 它是哪一个发出来的 第二个参数携带了它想要传递的一个参数 一个字符串 通过我们的SendMessage这个方法 也就把它发送出来 发送出来以后 我们的上面接收的时候 也自然是在我们的一个HandMessage里面 通过我们的SwitchCas2里面把它接收出来 接收出来以后 如何把你的参数做一个取出来呢 Message.obj怎么传就怎么取 取出来以后把它设置 好的 我们这里代码已经跑起来 我们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里点击按钮 会去发送一个带消息实体的一个消息 那么它的消息实体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确定一下 ABC123 如果我们代码运行成功的 这里就会把我们的ABC123取出来 对我们的按钮字样进行复制 还是点击按钮 会等一秒两秒一个延时 看见没有 我们这里的按钮的字样 确确实实变成了ABC123 这就是一个带传参数 带一个具体的消息实体的一个发送 那么很明显 我们之前有一个SendEmptyMessage 和它对应的SendEmptyMessageDelay 那么它SendMessage有Delay吗 肯定是有的呀 它肯定不能少了一个叫做SendMessageDelay 依然传递的是Message对象 然后是多少呢 2000毫秒以后把它发送进去 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形式 是我们这里模拟网络请求这部分代码 就可以省略到呢 我们把我们的工程跑起来 我们这里直接得到一个字符串 然后通过我们SendMessageDelay这个方法 两秒以后延时发出去 我们这部分代码一定要把它注释掉 这里我们之前的一个发送消息注释掉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发送消息的地方 就是我们SendMessageDelay 好的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延时两秒点一下12 好我们的按钮的字样 确确实实变成了123 确确实实变成了我们的ABC ABC123 好的 这就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Handler 其实就是我们的Send系列的相关的方法 而我们Send系列的相关的方法 老师在这里还想给大家写一个具体的一个实例 来帮助加深大家的理解 怎么回事呢 我们这里写这样的一个方法吧 就是我们测试一个public void 叫做我们的test timer 我想写一个定时器的一个功能 就换句话说 我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 就是我的界面上 比如说我的界面上有一个进度条 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 它增长一定的进度 然后一直到它把整个进度增长完 这就是用我们的Handler 可以做一个定时器的一个最简单的应用 而这里就离不开我们的一个Send这个方法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实际案例 来加深大家对这部分代码的理解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既然需要一个进度条 是不是我们先把相应的空间先写上啊 这里就是我们的Progress bar 那我们的一个宽度的话 就是有界面有多宽就有多宽 高度的话就取一个20dp吧 然后把它相应的ID补上 ID就直接是我们的一个叫做我们的PB吧 它的ID就在我们的加上一个 我们加ID等于我们的PB PB 好的 惯有这些参数还不够啊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进度条 它的一个最大的值是多少呢 max max只能取100 好的 那么除了这些参数 还有一个参数不能少啊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Progress bar 它使用的是什么样式 这里的话用的是我们的Style 然后这里的话要取的是我们 安卓的一个叫做 attr里面 取的是我们的Progress bar 这一个一个缩写 就是我们的Progress bar Style Horace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一种 进度条的一种样式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了以后 然后我们让它在整个界面G中显示就是我们的CenterInParent等于True 好当前比如说再给它选择最大的是100 我们当前取多少呢 当前取上一个Progress取上一个50 好其实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做一个预览看见没有它就长这个样子 在我们的界面正中央出现的一个进度条这里显示了50的进度最高100 好的我把这个当前的进度把它隐藏 然后把这个进度计算是把相应的FindViewById的代码补上就是我们的PB 就是我们的PB 然后这里强转为我们的一个Progress 好的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进度条的一个初始化 好的我们的空间有了还记得我们的需求吗 当我们点击某一个按钮以后我们每隔一定的时间我们进度条会自动去涨 其实这就是一个定时器的一个功能对吧 那么想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以后它首先要去涨 而我现在这个空间它是隐藏的呀 所以先把这个PB.setVisible先把它显示出来对吧 你不管怎么样先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以后我要准备涨怎么来涨呢 比如说我每隔两秒涨1010个进度 每隔两秒在百分之10 那这里直接是handle.send一个EmptyMessageDelay 怎么来写呢 比如说我消息取三吧 之前我用了一二这两个命令 这里消息用三 每隔多少 每隔两千毫秒 也就是每隔一秒 我写一个两秒钟以后 这是我第一次触发的地方 发了一个消息为三 发到哪呢 这里来接收我的消息三 接收这个消息三以后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处理呢 大家想一下 其实这里的话非常简单 我们这里需要声明一个临时变量 比如说叫做PrivateIntProgress 就等于0 等于我们的0 然后我们每发送消息过来一次 这个Progress就加10 一直到它等于100 所以我们做一个判断 ifProgress小于等于小于等于我们的100 那么怎么办呢 当它小于等于我们的100的时候 Progress等于加减10 我们这里不能取等于 最好取小于 当它小于100的时候 每小于100加上一个10 我们的进度加上一个10 加上一个10以后把我们的PB.SetProgress把它设置进去啊 对吧你加完要设置设置进去 其实到这里为止啊 大家想一下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把它显示出来 发送了这样的一个延时消息 然后它涨了10 涨了10以后 如何又继续涨了 这是一个定时器对吧 让它定起来 怎么来定呢 这里涨完以后 我继续handle.sendmt 然后传的一个message 传的是2000毫秒 看见没有 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发过来以后 你接收 接收后我又发 我又发 一直到它满了100就不再发了 这就是一个定时器 每隔两秒涨10点 每隔两秒涨10点 既达到了定时器的功能 又达到一个周期性执行这样任务的一个功能 好的现在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里的话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能够加深大家对我们的handle.send的系列方法的一个理解 这一个理解 其实这里的话的用法也是跟我们之前一样的 本质上就是一个sendmessage 好了我们看一下点击这样的一个按钮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按钮并没有绑定相应的事件 我这里的test timer 在这里怎么办呢 把这个test timer放在我们这个地方 把这里代码做一个屏蔽 全部都屏蔽掉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以后 触发一下我们的test timer这个方法 这test timer方法就会显示我们的进度条 然后定时两秒以后开始涨进度 并且定周期每隔两秒涨10点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这个出现在两秒钟以后涨到10点 两秒以后又涨到10点 两秒以后又涨到10点 一直到涨 涨 一直到它全部涨满100 这就是我们通过handler的send系列方法实现的定时和定周期任务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理解在课后的时候勤加练习 这也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针对的是我们handler的send的方法 好了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